泡湯 你知道当年日本总督最爱的泡汤地点是在哪里吗 答案就在金山 这间温泉会馆早期就是台湾总督府的温泉招待所 来这边泡完汤之后 还可以直接去享受一整套清爽美味的料理哦 温泉我来了耶 这间温泉馆是当年台湾总督府的温泉招待所 不只有昔日的总督律池 还有能一边泡汤 一边远眺海景的露天风旅 这可是别处没有的独家享受 这个温泉基本上铁质的含量比较多 那整个泡起来的话 觉得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常来泡 每次泡完的时候都觉得身体的状况相当好 所以我们很喜欢来 易循山市打造的大种植 看着泉水从山壁流出 一旁还有植物相伴 颇有在山野森林中泡汤的气氛 不禁让人抛开一切的烦恼 尽情享受来自上天送的礼物 因为我们这边靠近金山的海边 所以我们在温泉是有咸味的 属于这个海底温泉 那因为它在温泉的行程 有混到深层的海水 所以呢泡起来呢 虽然有咸味 但是它是很清爽的 不会腻 泡汤之后全身放轻松 接着来去品尝美食 店内的料理讲求天然和朴实 不管是色彩缤纷的前菜 或是渔港现捞的海鲜 都令饕客赞不绝口 这间结合了海景 泡汤和美食的多项特点 成了泡汤客来金山的必到之处 想要知道还有哪些 优质的温泉餐厅吗